各位好,今天要介紹這份我是好孩子獎勵計劃的一個表 很適合在家裏給小朋友做功課 或是你會發現小朋友叫他坐好看書好像很難 或是跟他玩遊戲時,他又不留心聽規則 或是看一些說明時,他又不留心 或是說話時,他又不能安靜地聽我們說話 所以我做一個表可以讓小朋友平時應用 這份表格是我是好孩子的獎勵計劃 會有很多個格 我們先去看看 例如這邊貼上這個圖畫 然後我們有分獎勵1,獎勵2,獎勵3,還有一個小禮物 這裏會有一些字,小小的字 例如貼上一個禮物後會有加油 貼上第二個禮物後會有獎勵的說話 你做得非常好 第三就是得到小禮物 其實是吸引小朋友到最後得到小禮物 給他一些獎勵,令他做事做得更好 例如有時候小朋友好像經常坐不定 我們可以拿一個我會坐好的這個卡 貼在這裡 又或者我覺得這個也很好用 例如做功課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有三本功課 也希望他可以坐定定完成 我會貼一個這個功課 給小朋友一邊做的時候 我們讓他自己做 他做得好的時候 他有坐好 我們會讚賞他 見到你也有坐好腳又放低 我們給他一個厲害 見到他也很快 寫三行的字好像都寫完第一行 我們又給他一個厲害 如是者這樣 我們去做一些獎勵給小朋友 去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 小朋友坐定定做完功課 很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小禮物 小朋友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做得很好 家長又會有一個小禮物送給我 我們禮物其實不一定要用一些物質的東西 有時候用一些小小的圖卡 都可以吸引到小朋友 去專注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除了我會坐好 我們還會有這個 我會留心聽 又或者 我會留心看 又或者 我會安靜 這些東西都很適合小朋友用的 這些圖卡其實在家裡 可以在不同的範圍應用上 例如 或者跟他們玩一些奇類 跟他們看書 他們都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專注力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再見 再見 謝謝 按讚 謝謝